我記得念一年級的時候 因為剛進到小學 從幼兒園到小學 然後那時候好像 因為排座位都會按照身高 一行一行的排 它就是從頭排到尾 所以我們班那時候 大概有四十幾個學生吧 我們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這樣子從高到矮 一直排到好像排到二樓還是三樓 就是一直往樓上跑這樣子 然後因為小時候我身高就比較高 我就從班上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好像快四樓吧 在那個地方等排隊 一進到班裡的時候 我發現我雖然怕上學 可是我們班好多同學 第一堂課都一直在哭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那時候本來很想哭的 可是就是看到周圍大家都哭成一片 然後我反而覺得好像蠻有意思的 就自己又沒有哭